化衝擊私立大學的經營 教育部公布大專校院 一百零九學年度 最新的財報 全國一百零四所私校 有四四校是呈現了收支餘畜 呈現複數 有四校是收支出現差短的情況 如果未改善下學期 下學年恐怕面臨赤字 有四校校長指出 國內聲援不足是事實 各校的受生將更明顯 未來恐出現不少校規模的大學 二零二二年是農曆虎年 內政部統計一到七月 新學大專校院一百零九 教育部公布大專校院 一百零九學年度最新財報 不包括宗教研修學院 全國一百零四所私校 有四十四校收支餘畜 呈現複數 至於累積餘畜 聖母醫護管理專校最少四百四十九萬 接著是昆山科大和環球科大 七千多萬和八千三百多萬 若收支未改善下學年恐面臨赤字 而其他私大就算累積餘處足夠 但本地生受生轉向國際生招生 講更明確 本國招生的部分就是要做受生 我們學校大概也是才剛申請到國際專修部 那這個部分會讓本來不能申請的外國學生 因為他的英文或者是他的中文條件不符的 他就多了一個招生的管道 格茲祥認為不想被退場 找出特色做口碑 未來這類小規模的大學會越來越多 而面對私校困境呼籲政府檢討公立大學外加名額 並且提供就學券補助念私立大學的學生 不要讓公私立大學有不公平的競爭 記者林曉惠林志堅 臺北報導